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近年来的变化确实让人感到震惊 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复杂和深不可测 在今年的长相思收官晚会上 杨子一出场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他的妆容精致且富有时尚感 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成熟和自信 他的服饰也显得更加大胆 打破了过去他保守的形象 这种巨大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思考 在娱乐圈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 明星们要如何平衡自我与外界的期待 杨子曾被视为演艺圈中的一股清流 他在观众心目中一直都是清新自然的代表 然而 经过多年在娱乐圈的打磨 如今的他变得更加精致和时尚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 也可能是内在心态的调整 作为一个从小就进入演艺圈的演员 杨子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娱乐圈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行业 明星们必须不断适应变化 以保持自己的地位 对于杨子来说 这种变化可能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积累 在他事业的不同阶段 杨子可能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期待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杨子的变化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很多明星在成名后都会经历一段成长的过程 他们不仅要在演技上不断进步 还要在形象上迎合大众的审美 杨子的变化或许只是 他在娱乐圈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娱乐圈的复杂性 不仅体现在明星们的个人变化上 还反映在行业的整体氛围中 近年来 娱乐圈频频爆出明星的负面新闻 税务问题 丑闻绯闻 屡见不鲜 这些事件让人们对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圈子产生了许多疑问 从杨子的变化中 我们不难看到娱乐圈的一些潜规则 许多明星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不得不参与到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游戏规则中去 比如 明星们在形象上的变化 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圈子中脱颖而出 娱乐圈的环境越来越商业化 明星们不再仅仅靠演技取胜 更多时候还需要通过形象包装 媒体曝光等手段来保持热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 明星们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 必须在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之间做出权衡 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娱乐圈 国外的娱乐圈同样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明星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 不得不在外形 言行 作品选择等方面 做出让步 而杨子的变化 正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娱乐圈的等级分层现象 也是不容忽视的 明星们虽然都在同一个行业中打拼 但他们的地位和资源 却千差万别 那些背景强大 或者靠天赋成名的明星 往往能够在娱乐圈中 迅速站稳脚跟 而一些没有背景的草根明星 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杨子的变化 或许也是他在娱乐圈中 寻求突破的一种方式 他从一个普通的同行成长 为今天的当红演员 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仅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也可能面临了来自外界的诸多压力 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 娱乐圈的竞争环境 他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娱乐圈的分层现象 让人不禁感叹 这个行业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观众往往只看到明星们的光鲜亮丽 却不了解他们背后 所经历的种种困难 尤其是对于那些 想要在这个行业中 取得更高成就的明星来说 除了要具备出色的演技 还需要懂得 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杨子的转型也让人想起了娱乐圈中其他明星的臣服 在这个行业中 有些明星靠着一部戏 一首歌迅速走红 而另一些明星则可能在努力多年之后 依然默默无闻 这种现象背后 除了个人的实力和天赋之外 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 比如市场需求 粉丝喜好 媒体曝光等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更是他懂得如何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改变 娱乐圈的明星们大多要经历这种臣服的过程 杨子的经历也给了许多后辈明星一些启示 在演艺事业中 保持初心固然重要 但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改变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他的这种转变虽然让人感到意外 但也是他为了在娱乐圈中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娱乐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 明星们必须时刻保持灵活性 以应对各种挑战 随着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似乎越来越注重表面的光鲜亮丽 而忽视了演技和作品的质量 这种娱乐至死的风潮 不仅让明星们陷入了形象的竞争中 也使得整个娱乐行业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杨子的变化或许正是这种风潮的反应 为了在娱乐圈中站稳脚跟 他不得不在形象上做出调整 以迎合大众的审美 然而 随着这种风潮的不断蔓延 明星们的艺术追求 可能会逐渐被淹没在商业利益的洪流中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 作为演员 他们的核心任务是为观众带来好的作品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形象上的完美 杨子虽然在形象上做出了改变 但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演技和作品质量 不被商业利益所绑架 杨子的变化反映了娱乐圈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行业中 明星们必须不断调整自己 以适应外界的期待 然而 作为观众 我们也希望明星们在追求形象和商业价值的同时 能够保持对艺术的追求 为观众带来更多有深度 有意义的作品 娱乐圈虽深 但只有那些坚持初心的明星 才能在这个行业中走得更远 从杨子的变化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娱乐圈的复杂性 更看到了个人在这个环境中的挣扎与选择 娱乐圈的水确实很深 明星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往往不得不在自我与外界期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杨子的变化既是他个人成长的表现 也是娱乐圈环境下的一种必然结果 从他的经历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 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 灵活应变非常重要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适应环境的变化是生存和成功的关键 第二 虽然外在的光鲜可以带来短期的成功 但内在的实力和本质的坚守才是长期发展的根本 第三 娱乐圈虽然充满诱惑和压力 但保持初心 不忘初心的明星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赢得观众的心 杨子的变化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自我内心的挣扎时 能够适应变化固然重要 但更关键的是要坚持内心的信念和对艺术的追求 娱乐圈或许充满挑战 但只有那些既能适应环境又能坚持自我的人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